回到台湾另一个众所瞩目的是洪仲丘虐死案 现在移交桃园地方法院审理 法院原本预计9月初才要安排法官跟书记 关上军事课程 没有想到现在突然重开集压庭 对两位女法官来说是一大考验 所以庭上几乎保守不发问 由审判长主导 桃园地院原本预计最快9月中才开庭审理洪仲丘案 但没想到集压庭率先登场 何怡婷受命女法官丁余义 陪审女法官许金化成为庭讯焦点之一 今天在庭上的时候 他们的申请很严肃 而且非常谨慎的来做笔记 甚至聆听 因为所有的提问主导权都在审判长身上 可能是因为今天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开庭 针对这个军审案件 所以是以一个见习者的角色 两个女法官职守不公 由当过兵的审判长提问 但开庭过程可是苦了女书记官 因为来不及上军事课程 很多专有名词都不懂 像是演训 高庄简 还有训雷会议 不知道该怎么写 幸好审判长逐字校正 才记名笔录中 这个月15号桃园地院公开抽签 中签的寿命法官丁余义 30岁 负责撰写判决书 陪审法官许金化31岁 资历也只有两年 唯一的男法官郑吉雄42岁 是桃园地院最年轻的审判长 外界担心两位女法官是奶嘴法官 就算懂了军中的阶级跟制度 但未必了解军中的权力核心关系 洪仲秋的姐姐则继续立体女法官 这之前我已经说过 其实我并不担心女生对这一块不了解 我想相信说他们只要用心 你一定会了解的 第三度开集压亭 洪仲秋的双亲跟姐姐舅舅 统统一起来 全程紧盯三名被告说辞 但洪妈妈听到洪仲秋三个字 再度崩溃落泪 何一提女法官 不只得应付复杂案情 还得面对这样的气氛 心理压力恐怕不效 TVB新闻总和报导